而另外六年前轰动全国的保姆丈夫 虐死女婴沙拉案的死刑判决是维持不变 联邦法院三思今天是一致同意 驳回被告最后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主审法官拿督罗扎利亚宣读判此时表示 42岁的被告哈兹米的行为非常残忍 而且毫无人道 认同答辩人维持死刑的立场 就是死刑其实被认为是相称的刑罚 这起案件发生在2018年11月 当时只有11个月大的女婴沙拉 疑似遭到被告性侵和虐待 送往沙登医院治疗两天之后伤重不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生的麻烦 您 Pak Jonathan Podcast is a program member 感谢观看